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神军好大的神尉 竟对我白鸟岛下次毒手 你一个把全部青族拉入魔道的人 也配与我谈毒手 神军果然神是果然 隔空就能感应得这么清楚 只是可惜啊 修魔是他们自愿的 赖不得我 震惊 弱水屏障 你果然都知道了 若不打开 我将你撕成碎片 打开弱水屏障又如何 紫月的结界这么脆弱 你敢碰吗 你就不怕 一个不小心会 宗户出狭门 华叔呢 不要白费力气 宁云山结界在我书二手里 你找不到他 如今我书二已经尽身为魔神 等他稳住销毁 他就会来救我 这仙界 迟早是我恐惧一族 华叔进了魔 我们需要三界协力 寻他下落了 我近日看你脸色一直不好 可是有 我无妨 我先将黄牧鸭去填工 你去照看眼熟 我随后就到 你先缘还不稳 要多休养 别动怀 别动怀 少思量 我有什么做得不如意的地方 你跟我说就是了 来 喝药 我自己来 你去休息吧 我先去休息吧 看着你 我安心一下 我不安心 你这样 叫我怎么还呢 我就是想救你 我不想看你受苦 我也怕再也见不到你 所以只要你好好的 你不愿意理我 你逼我逼得远远的 我都无所谓 严爽 我知道你有作为英王 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也一样 我不能抛下妖族 只图自己痛快 但这跟我对你的感情 跟我要守护你不冲突 反正 我就是放不下你 我不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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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鸟岛如何啊 袁琪呢 花束进入魔神 魔神 袁琪抓住了花木 押入天空中 事情变得越发棘手了 好在抓了个花木 也算有所得 花木这般 定是交不出什么地的 不必抱有太大的希望 也只能潜行潜没吧 不必抱歉 宴爽该喝药了 我去抽些汤药 帮我找看他 你这脸色 不爱 宴爽 这是要我走 我帮你了 我帮你了 若是舍不得 就多住两日吧 真人都在工前 我帮你了 我就是觉得他这 腰黄鬼 华丽精致 研究一下吧 你们就是艾虫 你们就是嘴硬 红衣的心思 你也知道了 赤诚满满 所以你的意思是 让他等呢 还是不等 我承认我对红衣总是心软的 只不过我现在确实不能给他答案 我们两个 要是像你和元启一样就好了 就算迟了 最后也没有错过 好了 你快回去吧 你不回去 元启哪能心安呢 我今日总觉得 元启有事情瞒着我 可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不过也可能是我多想了 快破了 没有 我 不要 我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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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小燕 小燕 小燕 殖 你和小燕 几万年太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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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uctivity 陛下 三生使 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你不在你幽冥界待着 来我仙界做什么 这里就是幽冥界 你就是幽冥王啊 我是幽冥王 对 我是幽冥王啊 那是什么 那是望钟楼 你说钟灵宫虽其微 却显得孤独 便在对面见了这座楼宇 只为了能够时时相望 以免孤单 你说 那是幽冥王 那是我见的 那如果老哥他问我 熊雅楼的来历 我 我该怎么说呀 你就跟他说这叫望钟了 据望钟之字 希望 他终有一日 能够把我望了 给宯君请安 安不了 天空啊 招了一批新的四肢仙军 可偏偏分到我私兵殿的 却一直没来报到 我说 翻出名册来 自己找找看吧 好家伙 却被小老二撒出来的酒 泡得是一塌糊涂啊 泡得是一塌糊涂啊 老先军莫及 新来的四肢仙军 会先到四肢仙军 会先到四肢仙军 我帮您瞧瞧去 好嘞 怎么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 这位仙军 可是去私兵殿 好 我会想起来 我可以 好 我可以 在这边 我去 我们 做朋友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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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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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天法 还没有收完 那既然是天法 我为什么会没有事情 他的意思是 您没事 他把所有的天节 全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元气 主人 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会这么虚弱呢 难道是因为在凡间 妄动神法 所以法上加法了 小师叔 先君 先君 小师叔 你快看 你来我来说 你坐下 小师叔 先君 行善师兄 我把你放开 在下阿善 本眼无门 无派 真不是诸位的师尊 师兄 你们也觉得 不可思议吧 他是天公新昭的 私之先君 近于师尊的模样 分毫不差 我真不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 能不能放我走啊 你不是说话吗 母神倒是曾经说过 祖神虽去 但人关怀于天地之间 我想或许 是因为大泽山弟子 为了对抗魔族而牺牲 感动了祖神 让一切有能挽回的余地 那到底是只有师尊回来 还是所有大泽山弟子 都会重获神迹 山边卷 小师叔 你快看看 山边卷科不同 小师叔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是师尊 整个大泽山都重获新生了 他也是 他也是 他也一定是 你们现在的战乱 真有什么人 ovan 他也认为 说的 证明是 怎么不想 尽力 是 现在整个大则山就处你自立最深 不是你是谁 重启大则山 就指着你了 交给你吧 暗图所界 早晚可以一一找到所有的弟子 这些弟子之后带到大则山 我侠儿 倒是鲜脉 便能重送 大则山先卖重送 我们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师尊 你既无门无败 可原再入我大则山 成为我大则山弟子 刚刚听你们说了这么多 我好像明白了一些 就是说 我与大则山有前缘 其实 我是在睡觉的时候 被仙人指引才走入仙途的 那位仙人的模样 现在想已经模糊了 但着实让我觉得熟悉 那既然这样 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你名为善 可换作上山若水之善 他与大则山贤自辈 也叫你贤善了 贤善 师尊 您终于回来了 当初弟子一败 不不不 您才是师尊 是弟子败您 这怎么可以呢 师尊始终是师尊 是您是您 您才是 让弟子败您 要一一找及弟子并不容易 只可惜我伤未痊愈 还无法跟芊怡同去找 你放心 其他的事情又交给我 你也知道 大则山一直是我最念想 又不敢念想的 我不以为再也见不到他 再也弥补不了我的罪 可还好 书军到手希望 我是担心 你的身体 没事的 正好这几日我在 金石攻陷养伤 若在这段时间 你与轻易找及了弟子 倒是我们一同 重其他则山 得成笔木何此死 愿作鸳鸯不献心 你这又是哪里学来的诗句啊 这情比天大 真不是该说是任性无畏 还是天真无知了 能和心爱之人厮守在一起 要我抛下一切 我愿意 可惜啊 就像你说的 都是天真之眼罢了 阿姨 沧海桑田 须与改 独有南山 鬼花发 莲熙 你 莲熙失礼了 凤退婚书在此 还请英王落下名义 与我解除婚约 朝稿先进 是我做得不够好 我辜负了你 让你失望了 我爱你 燕爽 我到现在都没变 但我知道 你永远都不会爱我 比起失望 我更希望你获得真正的幸福 昨日我去了妖界 妖皇段尾救你时 我就在门外 我听见他和你说的那些话 我知道 在你心里 谁才生我不掉的光 燕爽 你和他一起经历了太多 是非我所能比的 我知道你们之间还有一些 阻碍 或者是没解决的麻烦 但至少 我不会再成为你们之间的障碍了 尽全力 去争取你想要的吧 是非我所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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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能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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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他全无记载 想寻他 连个方向也没有 贤卓师兄上过青龙台 他原就献猿动荡过 险些没有救回来 会不会是因此受了影响 青龙台 你知道在青龙台受过 行献力动荡的仙君 下凡历劫后会去哪里吗 青龙台 青龙台附近 倩倩倩原 岂是这么跟你说的 奇怪 小师叔似乎千年前 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叫我出去历练也是 叫我回来的时机也恰好 怎么都像是算到了 我会在这个时刻 接受大泽山掌门令 带领大泽山所有弟子 回归一般 我问过云青 青云 他们都是在梦境里 受到了一位仙君的引荡 得了契机才入了仙境 师尊也是这么说的 可惜他们都忘记了 那位仙君的模样 我在想 会不会是小师叔 不妨是 等找到仙主师兄 一切都会尘埃落 老子早就看这个青龙台不顺眼了 今儿我这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仙主师兄 住手 见过凤凰 多有失礼 此处交给我吧 那鬼 你谁啊 你 你 你干吗 青龙台那万年神师所住 凭你趋趋几百年大黄小毁了他 你只会被神力反射伤不自己 你怎么跟我梦里那个仙君说的一样 看来是得找个仙家好好休想了 才能了却我这个心愿 你梦里所说的那位仙君 是他指引你到仙徒来的 我也觉得他爱他武怪 可是我又觉得他亲近 他却师叔让我把他给忘了 还好我激进 感谢观看 秦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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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竹师兄就交给你了 仙竹 缘起 幻影却离开 恨恨在如其妃 总是你 就怎么会这样 自从你涅槃归来之后 萧绅君就这么一直撑着 如今他神缘浩尽 柔神消散 仅靠着元神将的混沌之力 才勉强化行 也不知道这样 算不算是活着 都是为了大则山 混沌真神的神力 虽然可以重聚先缘 但是想要复活 大则山所有的弟子 这点神力是微不足道的 生老兵死 乃三界自忍之法则 就算是神力 也没有办法轻易去打步 当初小神军初登神威 用掉了九分神缘 耗尽心血 才重聚到则山所有的仙隐和仙脉 才重聚到则山所有的仙隐和仙脉 这三方 Boeing 这四方计则山所有的仙隐和 мор 离留了 余温 愿意 轻动谁 爱如醉 不肯理会 土上的人 多少擦肩膀灰 谁又再说 主人 你没事吧 此阵虽成 但一深渊玉养仙山还需千年 在四千年间 不能出任何意外 主人 军 我最大的罪苦 就是因我重重的 爱大泽山覆灭 可他却胜利换回了所有人 披补了这个罪苦 大泽山重生之日 也就是阿英 重回三千之世 所以他本就算好了 那个时候 母族动作越来越多 宁有成为了众矢之地 小神君恐怕难在忽宁周全 所以在巡视下里 将你软进入 今日起 将阿英进入四明天 此后静族青池攻不得再入仙妖两戒 直至大泽山 我重生之日 与其让他对这三姐失望 不如让他对我失望吧 更何况 纵然我想保护他 我又能护他到几时呢 我也确实后悔过 他不过是一只逆天改变 逆天而出的水龙手 若不是我当初 我当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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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你 不行 主人 这是你最后一分神愿 你若记住 将 将心命难系啊 主人 主人 阿姨是被我害死的 若是我没有办法让她活着回来 我有什么脸面 可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用沧海交换虎蝇 星辰染过桑田 重逐爱的画面 是谁说过话云也不相见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 是因为我 凤云 你为何在这儿 您怎么了 你骗了我们所有人 你说要找到所有人 大泽山山脉才能重启 可大泽山已经好好的 所有人都回来了 我也回来了 这是你拿命换来的 所以这就是你告诉我的 两全之法 对不起 可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 束手无策 不是的 你什么都不要做 我会努力想办法 找了你那么久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 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 好不容易把大泽山的大家找回来 我会想办法好好活下去的 我会不得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 也是谁说过话也永不相恋 我也不想走 我也不想走 是谁说的死我 想一直陪着你 如果想念 我永远 我永远 泪抹尘离别 只顾的遗憾 奔赴你到永远 我会救你 我会去找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这 您看就好了 看就好了 福摩大战之前的古迹 肯定有祖神速神的记载 一定能找到九元祺的办法 之前的文娟为何都没有了 回凤凰 空缺术都放有竹牌 应是被人借走了 小贤也不知那些书卷 何时会归款 借走了 之前在文娟库就说被借走了 如今在藏书阁又是被借走了 老夫的藏书阁 看书乱扔 这是漏仙 漏仙你知道吗 文曲星 上古时期关云神诞生的那些古籍 被谁给借走了 这 老夫又不是天天盯着藏书阁 这哪能知道 对了 今年人间科举考试又马上开始了 新科的创业 我投骰子还没有投出来呢 先走了啊 走了 吴晨 放开我 可以放我下来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如谋大战之前的古籍上哪儿去 你若再不说 我不建议一帮烧了你这藏书阁 父皇大人莫要冲动 老夫说 是长雀大人 长雀 封皇 您怎么来了 孔然在你这儿 原浅让你这么做的 他知道我会去查 所以把有关的文卷全部藏了起来 你们在隐瞒什么 还是说 你们已经知道要如何救他 为何不说 只有将 原神池中的池水蓄满 小神君才可以重聚神渊 但是每位神君开启原神池 就必须让自己心爱之人 献出自己的本源作为陷阱 当年颐和真神为救帝眷之神 不惜献出了自己的混沌本源 才开启了原神池 真神乃受天地之供养 只要神源未算便能存世 想要救小神君 必须凤凰献出自己的凤丹才行 但您不懂真神 失去凤丹便会消亡 小神君正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才让我将所有的文卷 偷偷藏起来 他说 绝对不能让您知道 半点蛛丝马迹 我们都想救小神君 但也不想看到您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我去偷偷翻译 预约了小神君让我封存起来的文卷 想从中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办法 但是现在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 数字道简单多了 凤丹 怎么啦 远琪 你隐瞒了所有人 牺牲了自己 复活了大泽山 最后一份神愿也为了救我 你需要我的凤丹 我难道会舍不得吗 你别听他们胡说 我不要你的凤丹 我好得很 好得很 袁神剑你说 他还能撑多久 已残存在我尖身上的混沌之力 袁神剑 说 只怕不足三月 我可以救你的 王爷 我好不容易再把你找回来 我知足了 千年前我失去了阿姨 千年之后 你忍心让我失去你吗 可我怎么忍心失去你 小神君 小神君 王朝乌姑姑 我怎么忍心失去你 我怎么忍心失去你 王朝乌姑姑 那我忍心失去你 我忍心失去你 怕生何事 凤凰殿下 洪愁深知从前坐错太惹 但凤凰和神君未曾追求 令洪愁不敢当 今日洪愁无论如何 也要输出一件神界尽谋 来弥补往日之过 日后 就算一和真神重罚 洪愁也甘愿 神界静 姑姑且来说吧 其实要想让小神君重塑神缘 除了奉丹还有一个办法 有一物可替代奉丹开启元神尺 那便是开界元经 此物乃祖神为开辟各界时留下的根本 它无根 无凭 不具武灵属性 却可以吸纳万物的元气 运养为先 所以只要在开界元经上 附上殿下的奉丹 它便可以吸收殿下的本人之气 加以运养便可以替代奉丹 开界元经在何处 这世上唯一留存的一块 乃祖神为奉丹铭起 开辟九元煞玉时产生的 所以那块开界元经 就在九元煞玉之中 九元 奉丹 神君 凤凰 末将一直在警戒北海 就算刚刚 玄池的弱水洞中 突然出现了浓重的魔气 末将等还未来得及禀坐天地 不少兵将便被魔气吸了进去 听到了吗 此地已完全被魔气惊人 它危险了 此处等我 凤银 开界元经和我的凤丹 你总要选一个的 总有办法的 你先别冲动 好吗 只有开界元经能够救你 此行我必须要忙 凤丹 原神仙 小凤君 凤丹 夫辰 凤丹 别去 至少不是现在 如今之弱水洞已与九元煞鱼 何而为意 若我们轻取妄动 很有可能会让九元现世 你还记得 我有敖哥说要找到 封印九元的方法 我如今已有发现 等我确定 我们再去找那开界元经 也不迟 我会找到办法 何况不是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撑得住 好 那我们再想想办法 好 原来是要带我来这儿 真好啊 一切都没变 是因为有你 才会回复生机的 所以你让福臣 拉着元神剑去喝酒 把我单独叫来这里 就是为了看看 所以你让福臣 我现在也在大则山的时候 便就喜欢吃吃喝喝 我也与你说过 想做什么便就做什么 怎么舒服怎么来 酿豆腐 酱种子 还有这梨花酿 没想到 前年之后还能喝到你亲手酿的 这是 人间好玩的玩意 叫皮尹 他会讲述一段故事 你看 自己乱转 幻念如梦风击尘爱 思念 宠爱 这就是人间的皮影吗 我去 我去 飞 这酒 玉花娘下次再与你喝 这酒是百日醉 我来喝 我知你不想让我去涉险 但九云闪云 不论如何我都会去的 元琪 这些年你做了太多 剩下的时间 交给我的人 元琪 帮花开 花谢在宫上 与你手 随随 朝朝 我可是费了好大劲 才把元琪 那小子给敲晕了 你 你这会儿来 幽冥界做什么 风也 我是阿长秀燕的 他经历了七万年纪的 浮沫大战 又亲自交名气给风云 如今他一半的那单 所化之心 就在九云煞意之中 开启元琪之石 他应该是知道 晃中 三生石 凤衍 凤衍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找秀燕 走 那个 他 他不在 他不在 那他在何处 我 我不知道 你别再跟我闹了 此事事关元琪 我真的很着急 今日我一定要找到秀燕的 他 为何秀燕楼会变成望重 秀燕 可是秀燕出事了 说话呀 秀燕他封住了熬哥所有关于他的记忆 秀燕说 他感受到了他的那一半惨淡 已经没有办法封住九云的姐姐了 所以他就打算去九云 让两半内单合二为一 他想熬尽全力守住九云 才要用他一人之力 得靠命气 他说他 虽然没有办法撑住太久 可是他会尽力帮大家争取时间的 秀燕他是抱着那一旦精损的决心去 所以他才会在临行前 施法把奥哥关于他的所有的记忆都消除 导 limits 凤颜 可是我真的不想看奥哥就这么把他给忘了 这如今 九云煞玉的结界就要被冲破了 如此一来 修燕 危在旦夕了 九云煞玉我一定回去 但若是想要救出修燕 必得要奥哥相助 à 可是 修炎他这么做 就是不想敖哥替他冒险 敖哥更不想失去修炎 这种永远失去 无法弥补的遗憾 会比现在痛苦万分的 告诉我 敖哥在哪儿 一面孤独 为何我在这里 却感觉更加的孤独 那是因为 七万年前 有一对双生兄弟 哥哥未将重魔封印在九渊煞运之中 并且之后 内丹破碎 修炎 保护着 走 弟弟不忍格格就此消失 千辛万苦 将一半的内丹 寄予自己体内 从此一体攻胜 此楼不叫王忠王 而是叫修炎王 修炎 幽冥界有这样一个规定 凡求见幽冥王者 必带灵力充沛之物 来修炎楼换取回戈令 你做了这一切 都是温温延续哥哥的内态 宝哥陛下 可想起些什么 你讲完了吗 这是一个 动人的故事 但与我何干 你走 你走吧 等等 陛下 我给你看样东西 前尘一网 化尽三生 化尽 修炎 修炎 你干什么 就是 冬天 你いた 你 有 由修炎 你 看什么 这一切 不争 成了 这是 你 这一切 技能 就不挡 以后 好好做你自己 过好自己的生活 陛下 你没事吧 气下来 这有点onz辰 最近九月的结界预防退 我们想要进去倒是不难 难得是 如何保证进去之后 结界不会因此而破零 一旦破龄 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封住九云 修炎曾经以兵戒之法 修复过九云结界的裂缝 他或许知道一些 这是修炎的属杀 所有重要的事情 他一定会记在上面 封印九云煞玉之法 以前棍台所诞生的神君本源 未记可重新弥补结界 再取真神神源 为所便可加固封印封击 九云重模 真神神源 难怪清零千年前 一定要取缘起的深渊 可如今缘起的 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对我们很不利啊 要乾坤台所诞之神的本源 那就来取我的 虽然比不上真神 但只要能夺封你魔神一日 只要能救出修炎 竟敢给我下套 人神剑 套路把你披成柴 疼疼疼疼疼 疼 我身上那些好的不学 这些惯人百日醉的坏手段 学得倒是挺快 原浅 还好我了解你 特地叮嘱原神剑 若久不见我 便已感应寻来 这一次去九云 不仅仅是为了救你 修炎也在里面 你与修炎守护了我们这么久 这一次 我们是一定要去的 修炎之事 人神剑方才告诉我了 现在又有敖哥助你 我也拉不住你 即如此 一起冒个险吧 混沌之初 这世界本为一体 组神不想这世间过于寂寞 便取了神界的一部分 化作夏界 此时夏界还充满着混沌之气 于是祖神 便将混沌之气 分为了现在的仙气 妖气 与幽敏气 再以三界之高的地系为师 铸成戒备 自此三界 气息分明 我不敢说 从此三界诞生 分体而令 仙气 妖气 幽敏气 本就是混沌之气 分离而完 若是三界合一 也是混沌之气 没错 只要将三界的戒备撤出 三界合而为一 即便没有真神神缘 依然可以放你救援 幽敏王 这便是我寻的办法 你乃是幽敏之主 只王爷 便能移除戒备 这确实是三界诞生至今 都未曾发生过的大事 它会让幽敏界气息变得混乱 幽军无法修炼 不过这万年来 我作为这幽名之主 威严肯抵押的主 但是仙妖两界 就没那么容易了 仙妖两界 我自会想办法 只要你同意 倒是等我相信你 三界同时撤出戒备 只需一刻中 便能让三起归宁 我相信你 就算少了一位 我也还是久位置身 为何这么担忧 一直守着我 你现在是妖皇了 与共与私 都要关心 伤势无碍 只不过 上次一别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燕瘦 你也没见过 她是有意在夺我吧 苍狼 你好大胆子 竟敢带妖军闯玄金宫 冒犯陛下 陛下 成日里就知道 八界仙族的鹰王 我要你何用 红叶 天狐十尾 是上天赐给妖族的荣耀 不但不珍惜 居然私自断位 去救仙族 你有什么资格 做我们的妖皇 分明就是仙族的走狗 顺带队 走狗 走狗 你救伤出狱 他们就交给我吧 他们是冲我来的 我的事情 终究还是要我自己解决 妖族向来强者为尊 拿实力说话吧 好 实伪是我的 我爱给谁便给谁 你们若觉得我押不住妖族 你不服 那好 谁不服 尽管动手 自找的 杀 今日就给你们些教训 让你们知道 本皇就算自断一伪 也不是尔等能企及的 你算是是 你老实的 你算是 我 历史 好 我 我 不虽然 我 你 你 不虽然 我 我 走 眼熟 这就是你们妖族的 以强为尊 以多欺少是吗 我们妖族的事 人们到你先足插手 弘一是我的 只有我能欺负他 你们算什么东西 妖族的事情 不许外人插手是吗 看好了 这是我和你们妖皇的婚姝 以后 我就是你们的妖后 想成为妖后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活着 上他 上 乱着干嘛 还不来帮忙 是 我的妖后 要改达 更改达 也许unt 这才是 自己的 当真混进了几个入魔的妖 魔族就是看出了你们对妖皇的不敬之心 所以才趁心分化你们妖族 你们都被利用了 我等日后 定诚心听命于陛下 绝不敢再其二心 望陛下妖后宽恕 望陛下妖后宽恕 罢了罢了 念你们一时糊涂 本皇就不追究了 以后可得好好听本皇 和妖后的话 听到了吗 是 还以为你们是因为我段位特意来探望的 原来是来借灰迹的 想得可真美 事关重大 借还是不借 拿去 反正我最想得到的已经得到了 小小灰计算什么 这妖皇此次也是有惊无险啊 多亏艳爽赶来相助啊 你那段位也是为了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就不会有这次麻烦 好 真是 行 既然麻烦都解决了 那我先走了 等等 干嘛 那个 你刚刚不都拿了婚书吗 不就是张白纸吗 不信你自己看 白纸 白纸 我是看你遇到麻烦了 所以才随口撒了个谎 谁要嫁给你这个丢人的家伙 走了 叶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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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你刚刚都公开说要与我成亲了 你怎么能不负责任呢 红衣怎么那么厚脸皮啊 你也看到了 我就是 又弱小又无助 特别需要你的保护 你要是不管我 他们再来欺负我 我可怎么办呀 那你就被欺负好了 我哪有什么钱跟负管你呀 真的 不然 我跟你去英组 反正缘起都能入睡 我更加没问题了 叶爽 嫁给我好不好 我本不想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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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刚才看到你来 我知道我心里无论如何 都放不下你 所以我改主意了 我就是要强求 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我已经错过一千年了 我不想再继续错过了 余生的日子 我一定会尽全力对你好 你认真的 对天发誓 你 这是答应了 让人有思念天高地 我的妖后大人 我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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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你干吗呀 我都想好了 等我跟你父王提完亲 我们就办一场 最盛打的婚礼 压过缘起和凤银那场 妖界有人反对也没关系 我取的是鹰王 能打 谁不服就过来打一下 就知道打打打 我答应你了吗 这事我做主 就这么定了 你们俩 怎么 你们在人间 不也经常打扰我们吗 走了 走了 你们继续 走吧 你给我站住 真好 我们四个好久没有 这么轻松地在一起了 等日后 所有事情都平息了 我们倒是可以 经常在一起 听听风 看看雨 如今我们妖界 幽冥界 两大宝物都已拿到 只差天地戏了 明日我便去找世尊 请天地戏 接时三界 气息合宜 混沌风亦九云 但如今 华叔近神谋神 下落不明 皇母又曾说过 他要得到天剑 我担心华叔会对地戏出仇 天地戏只认天地 并非谁想拿就能拿得走的 也是 但我们还是多加小心 有谁 主上 你们先来 他们回头 我现在的功力 不许多久 便能一统三剑 我夺天地喜 拿天地之杯 是为了让所有 附了蓝风的先祖 给他陪葬 我要赢了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 离开这里的 我倒是很想和你 继续留在这里 可惜啊 你就尽量多撑几日吧 刀已经来了 还犹豫什么 是有急事找我吧 师尊 我们想借天地喜 封印九渊 是缘起的主意吧 姑姑 若真如古书上所说 这个方法一定有效 你想打开三剑戒杯 用三剑之器 合成混沌之器 然后用之镇压九渊 没错 这主意很大胆 却值得一试 只是 帝玺 如今已不在我手中 帝玺不在 帝玺 已自动归位回九宫塔之中 你们想要拿到帝玺 唯有成为下一任天地 那我便去振一振天地之位 去九宫塔里 拿到天机戏 皇爷那边都布置好了 他带妖军绕离风领入的仙剑 这样不会被发全 现在伏兵西策 到时与我们何为 一起阻断谋军 天鹤老祖 天鹤老祖 他怎么会来到这儿 修炼了几万年 以飞升神界总隔一线 于是我便想 也到这九宫塔中去看看 凑凑选天地的热闹 没准 倒有所顿悟 参见凤冤天地 无论天地千年有云 天鹤不公 甚为惭愧 今日召开新的天地大会 就是要为仙界 选出一位称职的天地 后面的三位先军 也请上前吧 我这便退去地位 谁能够闯过天关 拿到地玺 便是新的一任天地 无论何人成为新的天地 都需谨记 世事为仙族诛门 念念故三界苍生 仙侠散 塔门开 请入塔吧 为何魔君还没有动静 难不成华叔他们另有寄望 他们到如今还没有现身 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已经假扮生了 混入九宫塔中 你的意思是说 跟随凤隐进去的三位先尊中 有华叔假扮他 这九宫塔 乃是天地诞生的地方 他们能进入其中 而不被发现魔器 定然是用了什么了不得的法子 万一山主 交友颇广 假扮他很容易露出马脚 难道 是天和老祖 或者玉霞子中的一个 我们要不要围住九宫塔 不可 九宫塔已经关闭 我们现在过去只会打草惊蛇 放心 阿淑不会孤军作战 魔君定会在恰当的时间攻来 我们守在这里 就是最好的选择 嗯 冯夷 千万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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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